这个男人意外中了两个亿的大奖 但他却不得不每天装穷 因为他妻子正在跟他闹离婚 如果妻子知道这件事后 就会分走他的一个亿 为了不让妻子知道自己有钱 他悄悄来到商场直接买买买 把这辈子不敢买的东西 全都买回了家 悄无声息地把东西藏进了自家仓库 接着把十万一瓶的红酒 倒进三十块钱的酒瓶 把进口火腿换成了打折包装 不得不说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美滋滋 可就在男人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中时 房门声突然响起 吓得男人赶紧滚进沙发 等到妻子见到他时 他已经把昂贵的西装藏了起来 看着男人都已经中午了才刚刚起床 妻子劝他去自己上班的超市上班 还说他和超市的老板很熟 为了不引起妻子的怀疑 他只好穿上绿油油的工作服去当售货用 就这样男人白天在超市上班 晚上则来到高档酒店消费 别提生活有多惬意 可经常装穷人难免会有意外发生 这天老丈人来到了男人家做客 就当老丈人尝了一口他的红酒后 突然发现味道有点不对 因为老丈人十几年前当老板时喝过这种酒 男人见状急忙解释这是朋友送的 就在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吃饭时 一阵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男人见状被吓得不知所措 想起刚买的土豪机望条静音 如果拿出来肯定被他们知道自己有钱了 男人灵机一动 被迫给老丈人说出了要和他女儿离婚的事情 这个男人身价两亿却每天都要装穷 因为他正在和妻子闹离婚 他不想让妻子分走自己的一个亿 可有一天他却发现自己头上绿油油的 因为他意外看到了妻子在和老板吃饭 为了报复他的老板 男人拎起花瓶就狠狠地砸砸 接着拿起钥匙就是一顿猛磨 趁还不解气 他掏出刀子就扎破了汽车轮胎 本以为这件事后老板就不敢跟妻子吃饭 可没多久迎面走来的却是一对老夫妻 好在男人比较有钱 又赔给了老夫妻一辆全新的 处理完这一切 在路上他突然发现自己两个最穷的朋友正在喝酒 他并没有走上前去喝上一杯 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和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 现在的他只想融入有钱人的生活 回家后他孤独地坐在沙发上打游戏 他想着自己即使再有钱又怎样 晚上还不是孤独的一个人 就在这时他决定把那两个穷朋友变成有钱人 次日一大早一辆豪车就停在了小胖的面前 邀请他去当代言人 另一边的傻大哥也突然莫名其妙地收到了巨额遗产 本以为两个朋友有钱后会保险生意组 从而慢慢变成有钱人 可就当男人再次看到他们时 两人却花光了所有资产合伙 买了一辆豪车带着他去兜风 男人见他们如此挥霍便出言相劝 可此时的两人却认为男人是嫉妒他们 男人一听轻蔑一笑 直接说出了自己彩票中了两亿的事情 两兄弟听后 激动地直接将汽车开入了汪洋大海 这个男人告诉朋友自己中了两个亿 朋友一听却激动地把车开到了悬崖之下 事后兄弟三人在海水里兴奋地欢呼雀跃 晚上他就把两兄弟带到了自己买的游轮上开派对 看着俩兄弟如此开心 他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的妻子正和他闹离婚 他从始至终也没把自己有钱的事情告诉妻子 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听说妻子上班的超市要面临倒闭 为了不让妻子伤心难过 他花十个W请来了五星级厨师为两人做烛光晚餐 希望可以挽回他们的婚姻 经过一番两人的掏心窝子 男人得知妻子其实还深爱着自己 只是因为他平时无所事事才跟他提出离婚的 男人听后也不再选择隐瞒 直接将自己中了两亿大奖的事情告诉他 妻子一听压根就不信 直到男人把妻子带到废弃仓库后 妻子才相信了男人嘴里的话 本以为这件事后妻子会很高兴 可妻子却认为他一直在骗他 硬是吵着离婚 这让男人瞬间不知道怎么办 没钱的时候吵着离婚 有钱了还要理 他不明白女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次日一早男人就伤心地离开了这座城市 可此时妻子却收到了一条到账一亿的短信通知 紧接着又收到了一份房产转让协议 直到这时女人才意识到男人其实是爱她的 她二话不说就来到了机场 刚见到男人就一巴掌伤了过去 她哪里舍得放过这个爱自己的有钱人 故事的最后两个有钱人终成眷属 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有钱不一定快乐 但没钱一定不快乐 积极向上的努力赚钱 才能维持婚姻的体面 毕竟一夜暴富只会出现在电影里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